9月12号今天 9月12号全球缅甸春季大革命 这是号召的一个视频 是为了9月14号联合国表决 承认军人政府还是NUG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NUG调动了全球的缅桥 在各地方来给他们加油打击 澳大利亚的 美国 纽约 挪威 韩国 比利时 以色列 他们一起 阿尔兰 芬兰 联合国 台湾 日本 加拿大 伊大利 日本 一起加油打气 11号 12号 主要是今天 这是缅甸民众 年轻人 他们的态度 年龄都不大20岁左右 都是学生的样子 有人戴口罩 有人不戴口罩 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 表明他们自己的态度 永不放弃 这首歌特别感人 翻译了中文 所以我送给所有华人朋友 所以现在在缅甸这种疫情加政变这么严重的时候 大家欣赏一首 这首歌比较伤感 但是也代表一种精神 台湾声援 永不服输 那飞哥配了一些图片 和一些视频加进去 丰富一下 这是今天 这两天的照片 缅甸的年轻人表明他们的态度 这个也是一个小女孩 这是一个医生 手里握了针头 这是英雄的家园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他们用掀洗了客家的慈悲 同革命 之前是配的都是二月份三月份的照片 现在飞哥增加了这两天 这是这两天出来的照片 这是军事力量 说这么多没有力量 是没有用的 这是昨天出来的视频 他开始战略反攻了 这也是特种部队 这个小伙子照片现在很苦 这也是联邦军 这是胜利缴获了东西 武器很先进啊 他们正确的心 这就是邓家锡 我们华人的英雄 他其实付出了 是三月三日去世 二十岁 他是未来可能跟我们华人争取了很多 政治上的利益吧 所以很多华人应该是感谢他 但是他父母是比较难受伤感 希望未来大家会善待他的父母 是在山区集合 我们华人这次牺牲了四个年轻人 所以对华人在缅甸未来是有深远的影响 这都是特种服务 特种部队的服装感觉 因为鸟光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经过去培训 就逐渐的杀毁阳光 别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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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的烈士们 我们要团结走 这火箭筒 都是用生命啊 这都是玩命 所以现在军人和民盟NUG都是在玩命了 大家都没有退路 人民也在了一个理解点上 所以时间上大家还要坚持一下 这是昨天的游行的快散的视频和照片 说是今天可能有大事件 是穿白上衣即红布在胳膊上 昨天已经开始有一部分人这么做的 你看他们这个都是白色衣服 红色尖章这种 那今天后面飞哥也发了很多是国外的 参加这次9月12号全球的游行快散 痛苦啊 这张照片这两天是特别火 这两个年轻人十几岁 不到20岁就牺牲了 都是玩命的事啊 感谢小云小马小梅 这是缅甸明星 也是参加了联邦局 最左边这个小有名戏 这是其他的一些明星的照片 飞哥也后面夹出来 缅甸的明星这次还是很勇敢 他们看起来精神状况还是非常好 非常乐观的感觉 可能他们对这个结果是有预期的 非常乐观 晒的都很黑了 以前在仰光都是一时无忧的人 现在为了其他人放弃优越的生活 这都是缅甸的名人或明星啊 参加联邦局 现在在缅甸明星 ageniel的缅甸明星 中后也赚他们浮上了 这个女孩是他们的模特 在英国 后面有他们的视频 这是在监狱还被关押的缅甸明星 这两个小伙子 被猎杀之前的照片 这是全国各地 昨天游行快散 蜂拥而至 络绎不绝 这是缅甸 面妈布拉萨 昨天游行示威的 年轻人 其实他们很冒险 很危险 但他们还是选择了 义无反顾 后来听说警察过去了 在分享的就是 缅甸 雅光 曼德勒 蒙玉瓦 还有很多地方 中小的地方游行的 有很多人的 有很少 这是被烧了村庄 这是10号的视频 这是被烧了村庄 这个群人烧村庄 也是感觉 这些村庄不是自己国家的 是感觉 所以很是黑色幽默 就好像日本 当年去进攻别的国家 去屠城 是外来入企 所以缅甸现在这个局面 也是特别幽默 所以这种局面 怎么去收场呢 这是这些村庄的年轻人 他们活的时候的照片 都已经牺牲了 都已经去世了 因为后面都是直接拿干材 所画了 这还是那两个小小伙子的卡通照片 很多人为了纪念他俩 这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就是刚才那几个小伙子 六个被杀之后焚烧了 这是被烧的现场的照片 所以不知道最后 这是昨天晚上 十点多 有哪个村庄被烧的照片出来的 这是他们最后牺牲的照片 这好像是军车被烧了 每天晚上八点的必选节目 还是按时准点的在进行 感觉民众没有被吓到 还是义无反顾的往前冲 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 为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 为了他们的下一代 这是好多米国人的心声 这些视频最早很少出来 也是这两天 因为联邦军NUG 他们训练时候的照片 以前很少出来这么高清的 都是很模糊的 所以飞哥分享一下高清照片 高清视频给大家 很多人不相信有22万 最少22万的凉邦军 但是看了视频 大家可能会减少一些疑问吧 这是他们精神训练 或者什么随便吃点东西 露宿在雨中啊 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也可能是怕军人轰炸 或者什么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这种山区 比较安全的地方 就是白米饭 那现在这种也是说 有相当于地方军 联邦军 还有这些青年 学生 普通市民 我们可能叫游击队 或者叫民团 这样的称谓吧 有各种形式 之前飞哥分享过 仰光表面看起来很太平的原因 就是这些年轻人 在游行的时候 快散最主要的这些年轻人 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吧 可能是克伦邦为主 靠近泰国边境 这好像是克钦 克钦 把他这个运粮的军车 给炸了 被烧了 把他粮食给抢走了 这军人也不扛肉啊 洒了一地 还有还在放火 应该是有军人被打死了 旁边地下还有人被打死了 他们也在烧这个旗了 我觉得军人不为人民服务 能有好下场 这不是外敌入侵啊 是内部矛盾搞的 也没有打准 路过的牌子 这是隐蔽的绿素装备 也是昨天出来的视频 这是农民被烧的家园啊 惨不忍睹 就这点家当了 还被烧 你说烧它干嘛呢 这不是缅甸国家的财产吗 也不是外敌入侵 干嘛 这么下手 这个地方二十人被杀 最小的十四岁 十四岁就被杀了 有三十栋房子被烧 这是后面火葬之后 这个家人痛哭流泪啊 太残酷了 这是在放炮 在郊区山上 这是每天的快散 流行示威 从城市到乡下 这是铁塔 麦戴尔的铁塔 又被撂倒了 他们蜂拥而至 高兴得不得了 村民呢 是民团这种 带着土枪 军人走后又回来了 这让我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感觉是 外敌入侵 他有的场景 现在在这个缅甸看到了 不应该发生的事 民团拿的都是土枪啊 这是逃跑的村民 可能是回来了 赶着牛车回来了 摩托车 你说你杀这些老百姓干嘛呢 你说他们能干嘛呢 如果有这个实力 为什么不去直接去攻克隆巴尔 刚才那个地方应该是 摩托车 这些地方 被撒 大家在评论区留意 为什么 设三十年很神奇 远处的军车 在印度边境 都用到了 喷气式飞机 昨天在印度边境 昨天在印度边境 这是军车远方的 不知道是被地雷 还是火箭筒给炸了 也奇怪 他不赶快开走 还能等着被打 爱护自己的武器 火力还可以啊 挺猛啊 这是其他的名团 后面好像配着火箭筒呢 这就是英国 在英国的 美亚图 他们的 模特 国际上 比较有名的 国际上 比较有名的 有机会飞鸽再做一些 他的节目 这是在英国伦敦 还是蛮漂亮的 挺卖看的 好像我们华人也可以欣赏 那不要 他毕竟是国际明星 这好像是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的 不理事班吗 还是哪 缅甸僑民还是蛮多的 这次大家也很踊跃 为了14号 这个事儿 大家11号 这是昨天11号就开始了 英国也是11号 主要是今天 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飞鸽一会儿可能就把这个视频发上去 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勇见民众的 勇跃 勇敢 有爱心 大部分都是按照说的是白色衣服 红色绣带 这个 轮椅的也参加 年轻人还是蛮多在海外 我没讲 缅甸是有未来的 缅甸是有希望的 缅甸是有希望的 飞鸽缅甸说 下期再见 祝福缅甸 不期待来